大家好 欢迎来到剑走偏锋 关于太极拳实战性的争论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大家为了证明各自的观点 经常是真的面红耳赤 有时候不吃两粒救星王 真的能够被对方急得晕过去 但就是这么激烈的争论 结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去年 网上两个非常倔强的朋友 一个是练习太极的小雷同学 一个是练习MMA的小徐同学 这两个人杠上了 结果大家都知道 怼着怼着我们的小雷同学 就给怼趴下了 这次切磋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连国外网站相关的视频播放量 评论量都双双爆表了 本来一场切磋 顶多证明谁的格斗技术 掌握得更好 证明不了一个格斗体系的真伪与强弱 但是很多人潜意识里 还是觉得太极拳不能打 好像是被实锤了 这种判断并不客观 出现这种错觉是因为现在网络发达 一个事情活起来 就会把其他的参考消息完全的掩盖 非常的容易让人产生偏激的判断 其实太极也曾多次在擂台上 取得过傲人的成绩 但是很多都因为年代的久远 沉默在了信息的海洋中 例如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在1970年也有过一场影响极大的比赛 这是一场太极拳和摔跤的对决 而这场比武太极最终是以26比0顽略了对方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 先来介绍一下比赛的双方 使用太极拳的选手是黄信贤师傅 他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 是出了名的动手派 师从太极大师郑曼清 是郑曼清大师最得意的弟子 使用摔跤的选手叫做廖广成 也是在当时非常出名的摔跤选手 号称摔跤大王 身大力壮实战经验丰富 那么关于这个比赛规则呢 因为这个廖广成使用的是摔跤 所以最终商定的规则 比赛中不能出现任何的击打动作 也就是说只能靠摔倒对方来得分 那么这场比赛呢 最后是在新加坡举行了 当时是吸引了几千人前来观看 比赛一共是打了三个回合 比赛的第一个回合呢 没有人得分 因为大家都在相互的试探 毕竟对手都是武术圈子里面 有名有姓的人物 大家都不敢过于的鲁莽 到了比赛的第二个回合呢 廖广成主动的发起了进攻 黄信贤师傅呢 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直接就把这个廖广成给摔倒在地了 这一摔呢 黄信贤师傅心里就知道 这场比赛自己是赢定了 果然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 这个廖广成啊一直没有办法拿到好的把位和位置 反而呢是频繁的被黄信贤师傅利用他的动作把他摔倒 把这个太极拳的剑力打印啊表现的是零零尽致 这个廖广成呢还多次被这个黄信贤师傅推倒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个看似普通的推击 怎么就隐藏着如此强悍的力量呢 当然这个廖广成也没有气了呀 这患者打着的来进攻这个黄信贤师傅 起伏通过自己巨大的力量优势来取胜 结果发现自己的力量啊 在这个黄信贤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个发力的点 而这个黄信贤师傅呢 还不停的使用微妙的角度变化来克制这个廖广成啊 让他在对抗中始终处于一种非常费力的状态 极大的消耗了这个廖广成的体力 这个廖广成呢比这个黄信贤年轻十岁 但是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最后呢因为这个体力下降的厉害 都没有办法组织有效的进攻了 就这样啊到比赛结束 这个廖广成依然不能摔倒我们的黄信贤师傅一次 一分定格在了26比0 这一次比武之后呢 当时的报纸啊也是真相的报道 在海外呢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太极拳的热潮 两场跨四季的比赛啊 结果却是完全的相反 一场完胜一场完败 其实啊格斗技法都是以人为载体来传承和发展的 现在的搏击的好苗子 真正有天赋的人呢都去练习其他的搏击术了 而太极拳啊说话难听点 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比较差的人更容易来选择习练 所以说很多人接触到真正的太极拳以后呢 都觉得太极拳非常大 只是苦于自己没有那个身体条件和能力去振动它 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资料显示 现在的太极拳习练者的平均年龄呢 在45岁左右 而且大部分还是以养生为主 和现代搏击习练者的平均年龄呢 是相去甚远 所以说啊 我们如果想经常的看到太极拳取胜的消息呢 还需要我们年轻的一辈 这些练武的好苗子们 放下偏见 都来学习和接触太极拳 那么太极拳就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能打的人物 我们呢一起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